大家好我是大雷 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我准备现在去上午前两天刨冰那个地方 再去看看瞅一眼 然后再带着我家的这两只小狗 这我们家后面的山上都是有一些轻微的雾松 特别的白 没球啊 哎呀没球啊 真愿意玩雪 没球看看你这小猪 躲后边 这还没洞上呢 看不看那个底下 它有一些冰特别好看 这个 还有这边的 都特别的漂亮 这吵了一会儿也没吵到有鱼和蛤蟆 啥也没看到 现在康康在去换一个新的地方 之前听有一个朋友说 在拐弯的地方 会有这些鱼啊蛤蟆的多一些 所以说咱找一找那种地方 看能不能走着 这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 在我家上面地 旁边有条那个河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形 然后去上那看看去 这已经到我家地这边了 看看后面的一片雪 待不待劲 然后在远处 我刚才看到了 在我们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山尖 我们放大看一下 看到吗 这个山尖 漂亮吧 一个湿喇喇喇 这是 然后现在给它说小点 看一下这个山川 美丽吧 接下来该上大河了 就在这儿 这块就是 河水从这儿流过来 然后到这边有一个弯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弯的地方 到那儿然后又往那边拐了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 好像在这儿有水 水的洞 看这儿 看这儿 好厉害喔 哇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里头 非常的漂亮啊 看看啊 空间还挺大呢 大自然的龟斧深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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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带劲 看这儿 看这儿被冻住的石头 这已经清得差不多了 这水在冰城下面流动 多好 大自然的杰作 多漂亮 多漂亮 这儿还有一个像桃子似的 像桃子似的这个冰流 多好玩 太漂亮了这个 小黑 没球 哎呀 你们俩哈 走啊 回家吧 给他俩高兴快乐 一出来玩 然后现在呢我就准备回家了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